他真的是在硬拗 他这个加达两剂 跟他现在打这个高端两剂 是国际不认 你这两剂是无效的 是不同的意思 不同的意义好不好 那第二个也就是他讲说 要请大家持续追踪 关注国外三期临床试验 你还跟我讲国外三期呢 你现在二期解盲 结果都没告诉我 都还没出来啊 作为一个被高端 就是扬言控告的一个被告 我非常有 非常在这边想要 强力的呼吁高端 赶快把欠我的传票传给我 我等不及要跟你们对簿公堂了 你不要不敢对簿公堂 不要不敢在法院上面 跟我彼此把证据拿出来 看谁在说谎 只敢发新闻稿 讲这种厚颜无耻 不知所谓的话 你们就不是疫苗 不要再自称自己是疫苗了 前面大家讲的 没你的是你乖乖去旁边玩杀 当角落生物闭嘴就算 你还要跳出来刷存在感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玩意儿 你是一个二期都还没解盲的 已经打到人体内了 但那是因为无耻的民进党政府 在帮我们护航 不然的话你本身 我们大家老老实实的把 现有的资料摊开来 你到底是一个什么玩意儿 你是一个二期还没解盲的 当时大家讲说什么 你到底没解盲啊 你说没有我们十月底会解盲啊 OK没问题 其中报告非常亮眼啊 赞啊免疫桥节OK啦 你二期没解盲 十月底你说要解盲 到现在没有 那你没有做三期试验 你没有保护力 可以拿出来验证 你在国际上面 几乎完全不被任何一个国家承认 除了印尼 因为很多印尼移工的关系 所以我们硬凹人家 不然人家国内也很难做事 不然你几乎完全不被承认啊 然后再来呢 三期没做 那你混打也没做啊 还记得之前 任何这个疫苗 AZ的 然后后来包括像是莫德纳 跟BMT 很多朋友讲说AZ 这台湾的AZ 接种之后的不良反应的比例 怎么那么高 所以想要改打BMT和莫德纳 那时候指挥中心三生五令 然后呢 非常的下了很严格的标准 然后又说要进行这个试验 然后呢试验完之后才开始评估 结果高端说混打就混打了 就说混 对不起 我跟证 不是混打 不是混打 就是叫你重新再打一次 然后呢 把就是已经接种过两剂高端了 还要再打其他的疫苗 这个时候指挥中心又帮你放行了 就让他当时强行帮你放行 让你被注射到民众的体内一样 是如此的厚颜无耻 这是一个 然后再来呢 我觉得他们现在从早先 在这个混淆混打跟重打这个概念之后 现在又开始在混淆所谓加强针的概念 加强针基本上美国跟很多 就是像以色列这样的国家 以色列已经考虑在打到第四针了 那美国这边其实有关于第三针的规定 那其实人家所谓加强针的规定 都是一种都是现有的 也获得印证的疫苗 然后通常都是同一个厂牌的 同一个厂牌的 像是莫德纳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第三针加强针 然后呢其实美国FDA的指引是说 那你就打一半 一半的剂量 所以人家是经过验证的 然后呢有科学基础的 对于剂量是有明确的指引的 然后呢让民众再去打 所以呢你现在又在胡扯了 因为你前面做得太难看了 你没办法回应那个所谓 就是人家说你是白打的 要重新再打一次 你说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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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打加强针结果呢 你在这个阶段 你又在加强针 我今天先插嘴一下 什么加强针 他那个小黄卡都要作废 重新一张的 对啊 对那怎么会是加强 所以他前面就在混淆 那个白打的 混打的概念 然后呢现在 现在又在加强针上面 这边在那边胡说八道 人家的加强针 同一剂疫苗 对剂量是有限制的 然后呢现在高端是因为 你这个被打了等于白打 所以我只好重新再打 然后高端去硬拗 把它讲成是加强针 然后看到像许志杰这样 委员你在那边 你在那边硬拗是加强针 你就知道其实 其实我说真的 这一举并不难解 最好的解法是什么 最好的解法就是 就是你们直接承认 高端它就不是疫苗 对不起我们过去半年 玩瞎了 这件事情搞黄了 没有办法再继续拗下去了 打高端的不好意思 请大家就是当作没打 我们重新再来接种一次 这件事情必须要这么做 为什么 因为不管是未来的疫苗护照 又或是国内自己防疫的需求 你都不能放那有七十几万民众 现在还有微幅增加 每天大概还有一百多人去打 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它会造成台湾防疫的一个盲点 那所以该怎么做呢 他怎么可能认错 他一定继续拗下去 拗到底 不然怎么办 这件事情会出事的 首先 首先 首先你真的打下去 出事到底怎么算 到底怎么算 你如果我打完两剂高端之后 再去接种 再去接种 其他的什么AZ莫德纳或BMT 这个疫苗的救济程序 它到底算谁的 它要算在高端呢 还是算在这些进口疫苗身上呢 那这个疫苗 基本上它进口之后 它一定有相关的责任归属的问题 那是中华民国政府要负责 那中华民国政府又要怎么负责呢 又要怎么负责呢 是我前面让你打了这个不该打的高端 再打后面这个东西 打第三剂第四剂出事了 还是说这个别 个别分别的疫苗 它是延迟的出现了不良反应 又或者是说它混合起来 造成了我们未可知 意料之外的不良反应 那如果有这样子的反应的话 那你还让民众打 那可能你政府也难辞其咎 它会剪不断理怀乱 会牵扯不轻啊 所以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回归科学嘛 在政治上面 你必须要做一个停损啊 像是蔡英文赖清德 我非常建议你们 你们就去验抗体啊 你们就验抗体啊 你们接种第二剂也一定时间了 去验一下你的抗体到底怎么样 同时呢 立刻进行大规模的人体实验啊 人体实验该化钱就花 所有打过两剂高端的人 回来做实验 我相信4X猫 马上要变4G猫了 他应该很有兴趣 回来做这样子的实验 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状况 在可控 风险还勉强可控的情况之下 先做人体实验 然后呢 政治上承认错误 做人体实验 然后再让民众去想办法补这个漏洞 不管你怎么办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荒谬 这件事情 如果你还不认为是草菅人命的话 我觉得你不要担心新冠肺炎 你担心真的 问题可能出来你的脑袋里面 当然他们会去打 很多都是充满了台湾价值 但是如果你真的身体出状况 我真的建议你 把你自己的性命 把你自己该要有的权利争取回来 才是最重要的 刚刚主持人有讲到就关于小黄卡 大家知道小黄卡 又打过之后知道有四格 原来有四格 也就是说 不管你打多少次 都会在这四格上面盖 不管是混打 还是你要做加强剂 可以很明显的大家看上面 网路上就出现了一个 上面他打两剂高端 结果呢 因为他要出国有事情 所以他必须要再加打BNT 正常讲BNT应该是打在他下面 就没有 他发一张全新的给他 在下面重新发了一张 他觉得奇怪 这个代表什么事 代表之前打的是当作没有这回事 是当作大家眼中瞎了 当作没有打过高端吗 就卫福部出来解释说 没有是意外 误会 他们说是误会 原则上是要打在高端的 但是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他们也不晓得 我不晓得民众相不相信 我不晓得卫福部这种解释 民众能不能接受 反正我是不信 先讲关于疫苗的事情 习有照高指入为马 现有诚实中瞎扯重打为混打 你知道混打 跟所谓的高端的解释方法说 叫做加强剂 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就是该疫苗 是属于国际认可的疫苗 才有所谓混打 或者是加强剂的问题 刚刚这个我们的 不演的先来的大哥 讲得很清楚 高端到国际认可 几乎都没有被认可 全世界的226个国家 有222个国家不认可高端 请问一下 高端算是一个正式的 大家能够接受的疫苗吗 当然不是 所以包括了美国 包括很多国家 对于高端的不信任 陈时中的解释 他觉得他们的政策怪怪的 我跟各位说 如果美国包括那些国家 承认高端 我认为那才叫怪怪的 他等于是拿他们自己国家的 国民的姓名来跟你开玩笑 高端二前面做完 外国的三期试验 正在进行当中 接种下去会不会出事 防护率高不高 都没有人知道的结果之下 那些大国怎么可能有机会允许 让这种还不确定结果的疫苗 不确定保护率的疫苗 在他们国人身上做接种 只有民党这种不顾民生 只顾也许是他个人利益的问题 而造成一些荒谬 甚至是强迫EUA的行动 大家回顾一下 这个高端的整个的过程 6月10号下午5点钟 高端要开解盲记者会 还记得EUA它的条件是什么时候公布的吗 是当天上午食药署才公告的EUA的审查标准 大家就认为它是专门为了高端而护航的 然后在8天之后 当时的卫福部传染病防治咨询会 预防接种组 同意让高端纳入公费疫苗平台 也说在8天之内连续闯了两关 硬让高端能够让所有民众来做接种的动作 这些东西在一般的国家之内是完全不可能会出现的 可是民党政府直接照做 然后再来跟各位报告一下 高端我们总共当时买了多少剂 500万剂 根据现在所得到的消息 当时平均一剂大概是在800多块钱 那时候换算出800多块钱 也就是说高端光买这500万剂 还不算之后有没有追加的500万剂 就已经先花了40多亿 不要说现在打不完 国外要送人也没人要 送不了 因为打了没用 他也不能够出国 好500万的高端花了400多亿 目前高端验收的技术总共多少万剂 223万剂 只接种了136万剂 也就是说库存还有将近90万剂的库存 还有200多万剂尚未验收 也就是说现在库存加上尚未验收的 超过了一半以上 如果在接下来时间之内打不完 代表了有20亿 整个等于丢入水中 跟丢入我们的粪坑式样的意思 完全拿不回来直接作废 那不都明知明高吗 没错那些钱全部都是我们的喜欢钱 跟我们纳税钱 而且如无意外 20亿几乎是一几乎已经回不来了 更好笑的是 绿营从上到下 毛起来帮他护皇 真的 所以讲还有很多演艺人员 当时就有一位陈信演艺人员 他打完高端喊爽快 现在真的很爽快 他要去美国表演的话要再补他两季 打完四季慢慢爽 我不知道他可以爽到什么程度 更好笑的是 立法委员民党立法委员还说77万人打完高端 不是白打的 他更举例四叉猫 所以他的抗体很高 这个立法委员讲出这句话 代表了一件什么意思 代表了民党蔡英文政府 就是把台湾的民众当作白老鼠来做试验 而且更过分的是 把四叉猫当作试验完之后 还不给四叉猫钱 因为他没有当作人体试验 所以没有这次付费给他 可是他却居然敢用 一般民众接种的数据 来作为他们 这个77万剂 包括了500万剂高端的推广 我觉得民党非常非常恶毒跟恶劣 当然我要讲 高端打下去会不会有问题 我真的不知道 我认为高端在台湾里面 是我们一个生医的一个展现 而我在台湾的生医 我是有信心的 可问题是 高端如今找到这一步 都是民党亚苗助长的结果 因为他之前一开始 就好好的造成一期 二期三期完整的做完 然后拿到全世界 甚至美国EUA的认可 我相信在座每一个人 我们中华民国每一个国民 都很愿意去接种高端 可是就是因为民党他们私心之下 我认为高端真的已经被他们 给彻底的掩埋掉 而且彻底的给杀掉了 非常可惜的事情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立新闻不会消失 只会更强大